大燕門馬開飛就是這隻新聖馬 猛中期待 3.1倍開飛過完關之後3.4倍 臨美階段不是它最要 它回到4.1倍 哪匹馬落飛呢 說那隻金刀銀鑽就真厲害了 鑽研馬房由10倍 過完關之後落到8.8倍 臨美階段不止落的幅度 即不止不見一半 結果打到變成2.9倍的大燕門 當然很多其他馬都落飛 同樣是新聖的聖利紅森 也回到6.3倍 自成一格回到5.7倍 但有隻冷門落飛 無敵劍俠由40倍落到25倍 來到國際騎士錦標賽的第一關賽事 四班立刻100米拆組 這部的時候出得最快 翡翠寶寶應星彈出的 內當無敵劍俠 大門的金刀銀鑽都快 中間過來左望望右望 萬眾期待 看看是否先放到 但我當來勝利紅森圓用快馬 然後才看到海洋活力 再接著後小小位置 內當自成一格 拍著他南華勇將 走出去外碟有了小指 什麼為之威仔王放不出 包美暫時精彩生輝 轉馬房彎的時候 前面帶頭翡翠寶寶 帶得多快 帶出過幾馬位 拍到第二位 勝利紅森也放到內蘭 那勝利紅森也放到內蘭 萬眾期待 就打了糖 你帶遠一點還對 先放到內蘭 走去第四位 揺龍快馬外碟 拍著內當 但金刀銀轉 這個時候有陣雨 再過幾馬位之後 無敵劍俠 然後自成一格海洋活力 再跟著威仔王 南華勇將 最後才看到 還有威仔王 和精彩生輝 包美的零丁丁 那一匹是有了小指 上大石斜坡的時候 步速很正常 雖然下雨 翡翠寶寶帶著兩個馬位 第二位是勝利紅森 第三位萬眾期待 都是佔著一個漂亮位 貼欄第四位 大門金刀銀轉 拍著外擋圓用快馬 然後還有無敵劍俠 一格 再跟著外碟走上來 精彩生輝 外碟就虧了 內當的威仔王 其實中間海洋活力都要騎 尾衛至南華勇將 那包美還是有了小指 跟著大隊 那裡前幾個馬 這裡有八個馬位 進隊最後直路的時候 第三段都慢了 25秒36 因為翡翠寶寶都沒有了 代之起是勝利紅森 和萬眾期待 兩大師傅一騎 後面走出外擋 上大門金刀銀轉 中間上一匹自成一格 前面萬眾期待 鬥勝利紅森 這時候是萬眾期待 先壓著勝利紅森 後面上來大門 落飛落得那麼厲害 追不追得到金刀銀轉 前面萬眾期待 因為前面萬眾期待 到了 第一名萬眾期待 麥杜朗鮮蠻頭籌 第名金刀銀轉 第三名勝利紅森 第四名自成一格 不單止這場的步速 令到萬眾期待 真是跌倒了 我覺得賠優也跌倒了 我想你賽前前 全晚計 他應該都是前兩隻熱門 是兩倍兩倍領 因為上一次也很輕鬆 一隻一定是第六場 活力滿腾 其次應該輪到他的 因為上一次 對手很輕鬆 但是那種姿態 那種形態很厲害 那種不是更弱嗎 那隻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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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那隻馬 幾百馬 轉到馬場 馬房上次跑沒有飛 這次其實本來都是冷門 但倒不起來 10倍 8倍 6倍 29元 跑了22場 四個位置的馬 其實萬眾期待 之前也是20場 人家已經開了壺 那這隻馬 快到北圈了 還未開壺 我經常都是這樣 我經常贏不到那些馬 就會追上去 越吸引你追上去 贏了就覺得完成任務 人家打到西圈開壺 萬眾期待 跑20場 有8個位置 金刀銀傳沒有那麼多 你22場只有4個位置 計算這場是5個位置 這樣講下去 結果兩隻馬 其實這場都跑得好 萬眾期待可以繼續保持得到 他的成績 金刀銀傳 追上來都厲害 兩隻馬 其實現在都相差不到 但你還不到新的 你看看現在的距離 其實只有一個位置 人家一走就走掉 是啊 最大的問題是萬眾期待 一變了就走掉 你金刀銀傳 很多缺點就行了 我們初初我不是很認識這隻 你跑了那麼多年 你看到金刀銀傳的步伐 你看到的步伐 ARC的馬 你知道的總的 爸爸這些 跑長的長器袋 但他的長器又不行 外跌不行 力短 加速慢 直鏡是最清楚的 你看到馬的步伐 伸出去就是這麼多 他都不會過到萬眾期待 用完那段力可能都沒有 都不強 看看分斷先 頭段27秒52 第24秒28 第3段25秒36 末端23秒44 總時間1分40秒6 即是你從頭到尾都吃著你的 萬眾期待 在走位的跑法上都是 步速不慢的 27個多 後兩段是很快的 頭兩段是很快的 慢的 但是人家一加速你都跟不到 這個已經是敗筆 你怎麼都不會贏得到 莫雷拉的號召力真的厲害 對 那也能穿到Q 那條Q也很熱 對 但是V真的29 對 就是這樣的情況 這場 其實大家都想想 這次的騎士錦標賽 其中一個重點高手 現在天下第一高手 是莫雅 但是他頭幾關都很慘 其實馬好像不動 馬好像不太行 對 這場海洋活力好像不太行 回來後有驗過 原來馬器官內有很多血 要通過手機檢驗才可以採訪 上季可能太辛苦 今年3月試過一次 是的 有這樣的情況 雖然高手真的能幫助馬 但是馬皮如果出現健康問題 就比較難發揮 頂得順才行 對